阿弥陀佛 我会深深世事醉醉你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会不断言下去 香在佛饰中列为首品 烟供则是烧香木等种种贡物修护魔法 油罐顶消除灾账 成就洗地 二 这种运用烧香来修行的方法 就叫做烟供聚资法 顾名思义 即是运用烧香的供养 来聚集福德资粮的一种方法 三 烟供是一种累积资粮 消除违缘障碍的殊胜法门 除了可以帮助我们 积聚往生净土资粮 成就出世果位之外 也能对我们在此 世间的生活需求 和事业的成功 有所注意 如果我们有受用不足的情形 可常行烟供与情修 增益主法 四 现今社会的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 因而产生的不良四大灼气 影响整个时间 在法界众生 受到灼气的影响 同时 我们也会受到伤害 因此 我们修烟供法 随着五束烟 渺渺升起 供养诸佛菩萨 上供下施 消除所有的浊气 烟供法 普令六道众生 闻香而食 满足六道众生的即可 如此与众生结缘 成就最佳资良 6.佛法是透过外在有形的种种动作 用来启发内在每个人本身 就具足的佛性 在每天烧香时 特别再赋予观想思量 和持咒发心的方法 使烧香的利益更具于圆满 渐渐具足 成就资良 减少障碍 这是一种自利利他 而且极为方便 和有益的法门 7.此焉供巨司法 乃由藏密 第十三世大宝法王 嘎玛八 渡都多杰 所传 为方便行者修持 经汉语整理后 往为普传 以利人天 行者将因诚心清尽 修法之功德 而获诸佛菩萨加持 故法永恶 8.修阴供法时 若能如法观想 持咒 助导修持 九知 必获诸佛菩萨加持 尤其是人世间的 种种恶缘 可得转亲或熄灭 种种愿望 可心想事成 9.焉供功德 主要来自于 平时具有供养 和布施善行之福的 因此 修阴供法 切莫以 有所求而执着 纯供养 诸佛菩萨 布施法界众生为基点 领众生 获以为要 10.行者即使一身 只修一次 因供法 其功德将永存于法 界而不灭 如此 当之 修持因供 其利益 无可思议 11.焉供的对象 上供即使供养诸佛菩萨 下施即使不施六道终身 12.焉供跟超度轨道的时候 最重要的就是 先念 皈依 与发心 之后 念虚空藏咒 由虚空藏咒 加持那些食物 都成为五妙语 殊胜的食物 遍满虚空 每一位轨道的众生 都得到食物和加持 所以这个咒语 非常重要的 13.有缘听闻 虚空藏咒语者 都可以念 无虚口传 虚空藏咒 虚空藏咒 那么 能够亲近业掌 以苦得乐 这是很重要的 15.尤其超度轨道跟焉供 的时候 最重要的就是 自己的发心 因为轨道 因为轨道的众生很多 我们给他们的 那点物质上的食物 是不足够的 16.如果我们的发心广大 就能够让无边无际的轨道众生 透过佛法的佛法 透过佛法的加持力 而得到他们需要的食物与祈愿 这是我们修烟供法要注意的 17.因此修法前必须先发补体心 能修烟供来布施众生 是很大的福报 切莫对众生起恐惧感 而是以慈悲怜悯心观想 我们有幸得到人生 可以布施于人 可以帮助众生 这是生而为人的福报 要珍惜 烟供的功德 一 一般我们在家自行做的烟供 有丧和树两种 早上做的称为丧 傍晚做的称为素 丧及素两种 都含有上供和下施 二 丧 主要是清净 消除障碍 恕 主要是回向 施于终身 一 修丧 可以供养 诸佛菩萨 原情在主 留到终身 和那些 障碍我们的 原情在主 夺取我们寿命的终身 以及 三界里的 一切终身 二 修丧 主要是清净 并有助提升 我们的运气 减低障碍 三 修术 可帮助中阴身的众生 或是孤魂 野鬼 王者 鬼怪 六道众生 修习 以大悲观世音 菩萨为主 能让一切众生 满怨 众生 有何需要 即 变现何物 四 因为有的众生 必须借着 吸取烟雾 而获得饱足 五 烟供的时间 三 可以在早上过下午休息 但最佳的时间 是在清晨太阳出来之际 而修树 最好在下午傍晚时 晚上一可 因为有些众生 会在下午傍晚 过后除墨 三 桑和树 两种烟供理念 皆包含了 供养上师 本尊 故法 三根本 可供养佛菩萨 六道终身 一切终身 一切终身